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年一辆要价138万起跳 堪称帅气拉风的代表 现在这群死忠车主耗尽心思 就是想体会李迈克的快感 就是刚过瘾嘛 永定还没到啊 有跟美国定 不好定就对了 对 不好定 你有个很棒的武器像无体铁金刚一样 你拥有无体铁金刚一样 你就变英雄啦 可能就圆了个梦啦 而且这个可能投资上面比较小 而且他现在比较稀少一点 除了是霹雳有侠的车距外 这一回还有特殊任务 得当成迎亲车队 那大家也是小时候的一份对童年的一份梦想的执着 然后今天才有这些成型的车子 都是我们这些车主的大玩具 车主的霹雳车虽然不会自己叫老哥 也无法刀枪不入 但是拥有好莱坞这辆经典车款 就已经够让他们引人瞩目了 民事新闻李志瑞 黄瑞 在这个压集里面非常穿的就是这个霹雳有侠 里面这车的车量非常好看 那么局长连性化的较力车 载到这个南竹角李迈克出现入宿 那么这是很多人小时候的记者 现在有一点这个市长的车主 将20年车量的这个庞蒂克跑车 改正成伙计也来做这个青鸟车的车队 六三行的欧色车身 加上车头的LED电池 也只有较来的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20年前穿高的配列车 比利车 比利车 对 对它的印象是怎么样 印象还蛮酷的 没有看过这种车子 然后觉得蛮特别 1988年生产你出生了吗 还没 说来出没10台配列车 其实是1988年生产的庞蒂克跑车 那时候一台要138万 可以说是有9% 现在这段 市长的车主用真心思 就是想要带回看有多快 就是刚过瘾嘛 英雄订还没到啊 有跟美国订 不好订 不好订就对了 不好订 你有个很棒的武器 像五体铁金刚 你拥有五体铁金刚 你就变成英雄了 可能就圆了个梦 而且这个可能投资上面比较小 而且它现在比较稀少一点 除了是平力有夹的车 这次还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就是要做三千的车队 那大家也是小时候的一份 对童年的一份梦想的执着 然后今天才有这些成型的车子 都是我们这些车主的大玩具 这些平力车虽然没效果 也没办法就穿不住 不过有这台车 已经是真因人注意了 明知新闻综合报道 另外还有这个 谢谢莲花啦 宝石捷电